您正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为配合政府减碳旧空屋 交通部有意附争已经冻结了22年的机车牌照税 却遭遇到有选票压力的立委当场打脸 这些新闻话题我们要连线冯甲大学运输科技与管理学系的李克聪教授 想想台湾这个机车大国的下一步选择 李老师好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台湾是机车大国可能还不够明确 要说目前全台有超过1300万辆机车 换算平均不到两个人就拥有一部机车 这的确是非常惊人的数据 当初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 才会让机车变成台湾最普及的交通工具呢 应该话说大概我们非常早之前 那我们因为交通还没有那么方便 那时候我们开始有机车之后 机车又非常便利 它有几个重要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它停车很方便 第二个呢 行车效率很高 因为它不大 基本上不会受到塞车的影响 因为它可以钻车缝 可以很快的可以 就是加大它的行车效率 再加上它的使用成本低 早期的话机车的购车成本也算低 那现在最近的话 机车的购车成本就变高了 但是整个使用成本还是低的 所以因为这么方便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台湾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了 谈到机车 台湾每个人可能都是百感交集 它是很多人深深依赖 最容易骑程停放 维护加油费用也最低的交通利器 不过也是另一些人眼中横冲直撞 随意乱停 破坏交通秩序和失容 甚至是经常造成事故伤亡的都市乱象 老师你怎么解读台湾人对机车这种非常复杂的爱恨情仇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机车的优点 那是一体有两面 那优点也就是缺点 因为它太方便 因为方便的话 它的数量就变得众多 多到我们大概不是我们预期的这么多 所以我们基本上台湾的交通环境 因为机车的数量太多了 所以它的混合车流的程度就会变得很严重 那当然对我们的安全就有很大的风险 那因为它其实很方便 基本上它可以钻车缝 所以那再加上我们 基本上台湾地区 在我们驾照 这个考照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的严谨 因为尤其是机车 因为早期的话机车 甚至大概考试非常简单 只要能够基本的一个技巧 大概就可以过关了 所以很多机车的骑士 在刚开始骑机车的时候 并没有正确的观念 跟一些非常有防御骑车的 这样子正确的技巧 那如果碰到风险 那基本上就很容易造势 所以基本上 大概我觉得大家又很爱这个交通工具 可是如果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也很恨这个交通工具 因为看起来造势的风险大 然后我们很多亲人朋友 都是因为骑机车发生的事故 而离我们而去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台湾人 对我们机车的爱恨情仇 好 不管怎么说 这项工具呢 也已经到了必须要改弦更张时刻 因为整个社会环境 整个国家面对的问题 比如说已经到了一个节能减碳 当道的年代 交通部呢 也想趁机让这些机车族群部分 是不是能够转购电动机车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最好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果真如此的话 在附增机车牌照税同时 您觉得是不是应该针对电动机车 寄出更多优惠补贴 或是同时应该设置更完备 更普及的通电站 才会对机车族产生足够的诱因 对 因为我们如果希望机车族 当然我们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希望部分的机车族 开始使用大众运输了 尤其像我们双北地区 大众运输其实蛮方便的 但是因为机车 它已经骑车很习惯 它如果做我们的大众运输太拥挤 它就觉得好像尊严受阻 然后就觉得就不方便 所以它还是如果有机车的话 还是会骑乘机车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众运输使用率 在台湾不高的主要的原因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还是有部分的机车 还是希望它因为交通不便 它依旧要使用机车 但是我们站在环保绿色运输的角度 我们希望它改用我们的电动机车 可是呢 不管是希望它改称我们的大众运输 或改用我们的电动机车 基本上我们政府呢 必须要考虑他们的需求 必须要有足够的优惠 或者是足够的替代的选择的方案 提供给他们 他们才有机会 愿意去改称大众运输也好 或者是改用我们的电动机车 那因此呢 比如说电动机车的优惠 我觉得尤其是在刚开始推动的时候 假设我们有个目标年呢 在2040年 如果所有的这个运具 都不使用燃油了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电动的 不管是机车汽车 甚至自行车 如果是也可以采用电动的自行车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就刚开始要有循序渐进的 一个优惠的办法 尤其推动之初 我们的优惠一定要让民众 这个原来的机车主要有感觉 然后他会觉得 不会增加他太多的成本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大众运输也好 改成大众运输 我们也要提供 你改称大众运输的一个替代的方案 给他们当成一个替代的选择 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给了这么多的诱因之后 我们再来开始有一些限制的一些政策 包括等一下我们要谈的 要不要这个负责我们的牌照税 对 那这样的话 整个实际才是成熟的 那如果现在我们如果在优惠 还没有非常明确 民众还无感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采用一些限制的一些政策 那当然民众的民怨就会产生 是 李克松老师刚刚非常详细的分析了 这个使用者 是消费者这个层面之后 我们再更深一层去看看背后一些 可能衍生出一些问题 比如说政府能想力推电动机车 这同时也蕴含着 过去附属于机车而生的很多行业 像是传统机车产业啦 机车零组建或是维修部门 这些都可能逐渐萧条 是转型面对像这样的压力 这部分你认为政府各部门 是不是已经做好相关的规划呢 政府应该已经开始做相关的配套的方案 那相关的产业也知道 因为看我们整个的全世界的趋势嘛 我就像大陆好了 中国大陆它更早 它在2025年 所有的运具都不能够使用燃油 都必须要使用电动 那2025年距现在已经大概 就大概七年的时间 所以这是全世界的趋势啦 所以我相信机车的原来的传统的产业 也都开始逐渐的已经在转型了 但是转型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原来的机车的传统的产业 不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政府也必须要有个 循序渐进的一些配套的方案 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转型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牵涉到 政府各个部门了 包括交通部 经济部 甚至环保署 必须要好好的整合起来 把所有的相关的配套 我们又希望原来的产业 要怎么去做转型 然后时程上要怎么去做配合 然后相关的法规要怎么去做修改 那这个都是政府责务旁贷的工作 是 说起要附征机车牌照税 让部长贺成蛋的今天又被立委盯到满头包 立委口口声声强调说 会对中低收入和年轻族群加重他们的负担 其实原本客征的税额 如果依照排期量划分的话 每年大概是要缴台币375或是825元 立委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会有选票的考量 不敢去得罪庞大机车族群 不过比起汽车 像这样的税负 你觉得有特别沉重吗 换言之 附征牌照税 真会让不少机车族决定要打退行股吗 应该这样说 我们基本上是附征牌照税 牌照税本来就是所有的运具 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有牌照税 这样的一个规定 但是以前我们就体谅机车族 他的生活的压力等等这些 我们就停征了相关的牌照税 但是只要停征20年 如果你现在要附征 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而且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宣导 让民众了解 为什么要附征这个牌照税 这是第一点 我们在交通管理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去用交通工程去改善之外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教育 宣导教育让民众了解非常重要 我举个例子 像欧洲很多人 他明明是非常有能力的 但是他每天出门 宁愿骑自行车 或者是改用大宗运输 因为他觉得今天出门 对社会有贡献 对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为什么整个在欧洲的社会 里面会弥漫这样子的气氛 就是整个宣导教育做得很成功 如果我们让民众非常了解 如果你继续这个骑乘原来的机车 不是电动的机车 或者是你没有去改善大宗运输 对我们社会的成本会增加多少 整个污染严重 对我们的下一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如果你今天出门 如果是改用了电动机车 或者是改善大宗运输 你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正面的效益 那这样的话 民众的配合度就会提高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导教育的一环 让民众充分理解之后 我们再来循序渐进的看看 利用不一定要负贞的牌照税了 我们有一些限制的一些相关的配套的政策 如果机车组愿意配合 愿意支持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就可以成功了 是 所以不管是不是要负贞牌照税 我想后续政府还有很多配套做事 应该好好地规划 今天非常感谢李克松教授 为我们针对交通部 是不是有意负贞机车牌照税 而引发的政坛争议 为我们解析台湾现存 机车存废的相关问题 谢谢李老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再见